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肩膀肌流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首度被列为奥运正式项目 人手必须运用控传的基础在肌肉中通过所有的标杆 用最快的速度抵达终点为优胜者 其中包括六级红色回旋标杆 红色回旋标杆必须以逆流上的方式通过回旋标杆 我曾经在2011年第七届亚洲青土肌肉锦标赛中 越野团体赛获得亚籍赛的冠军 耐士也是台湾首次获得亚籍赛冠军 隔年我们获得了体育署所颁发三等二级的国光奖赛 2013年布拉格举办的世界青土肌肉锦标赛中 我获得了64名的成绩 仅次于专国队 台湾青年既有发展 近不到我们的时间 相信现在有了大量的支持 我们的成绩已经会越来越足越